好来看到不用追着垃圾车跑了 吉安乡公所6月到11月底 事半定时定点垃圾轻运的专区 在人口密集区新增7处的轻运点 固定停留20分钟来收集家户的垃圾 其他日常原有的轻运时间 以及路线是不变的 期盼减少民众追车风险 或者是其他因素无法倒垃圾的困扰 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寄住20多万补助金和吉安乡民代表会 也编列3万多元的服务增值补助下 吉安乡清洁队增值服务开跑 6月起事半定时定点垃圾轻运专区 在人口宠密区新增7处轻运点 固定停留20分钟收家户垃圾 而其他日常原有轻运时间级路线不变 吉安乡公所加额了我们7个定点 让老人家不用追垃圾车 以免产生危险以外 更要落实破贷分类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检视 因为我们即将将垃圾市营运的在台里来分烧 所以破贷势必要让我们的分类更完整以外 我们相信也带来吉安乡在我夜间时间工作的上班族 或者是夜间要带孩子补习班的这一些家长们的便利性 让我们白天晚上都能够接受到我们服务垃圾接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层面 同时感谢环境保护署为我们挹注的20万的补助金 以及吉安乡公所编列代表会通过的3万多元的服务增值 我们希望吉安乡的乡亲能够做好资源垃圾分类回收 让我们的地球更洁净美好 从吉安开跑我们家旨的服务便利性的垃圾亲运 就带给我们的乡亲 也避免到平常垃圾满载再回头车等垃圾车这样的一个窘境 我们希望呼吁我们的乡亲一起让吉安更美好 让垃圾亲运更便利 新增定点包含北昌 圣安 宜昌 南昌 仁里 东昌及庆丰村贡七村的巷弄路口 游树珍表示 口粮长者行动不便 降低追车风险 也方便因上班或外出无法配合收垃圾时间的民众 将事办至11月底 且盼借此提升垃圾亲运效能 提供乡亲亲到垃圾的多元选择 记者蒋方眼前向报导